如果可以向神明许愿,你想得到什么呢? 在玻利维亚有个特别的节日 人们怀着各自的梦想向神明祈愿 每年的1月24号,玻利维亚拉巴斯都会举行许愿节 民众可不能够只把愿望放在心里默念 还要买下来烧掉,希望如愿以偿 那在疫情仍未散去的这个时候 祈愿健康更是不可少 尤其是关于健康和疫情,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无法健康,我们不能再买很多东西 首先是这样,然后要求家庭工作 整个许愿节活动为期二到三个星期 民众会在市集里购买各式各样的纸扎物品 之后叫给巫师做仪式或是带到教堂 得到教会的祝福 除了把家持过的纸扎物品放在家里的财神项前 也可以把纸扎物品分送给亲友 象征着和亲人分享愿望及祝福 还有捐赠还债的含义